人人唱颂 马祖慈悲 从他的历史 他的故事当中 我们可以了解 马祖是崇尚观音信仰的 马祖从小都是儒士 信仰观音 学佛经 读佛经 学佛法 所以他继承了观音法门大慈大悲的精神 所以马祖一路在学习 部分来讲受佛教的影响 受观音法门的影响相当的大 但后来又碰到贤通道士 来教导他贤尾妙法 所以他写了很多的法式 所以可以很路适来解决人家的问题 解决人家的问题 所以他省现的这种灵意力量非常的大 有很多的他的法式来帮人 所以他非常的善心 所以我们信仰马祖 来拜马祖 都知道他的源头是来自于观音 可是事实上他源头有个似乎 来自于弦通道士 他有道的修为 所以我们称马祖是佛跟道 尤其马祖是讲佛孝道 所以有儒家这方面 所以是鲁述道 三教 所以在谈所谓宗教的三宝 和马祖教的教义 马祖的教义是鲁述道 三教的教义 他都是必须 我们信徒都是必须学习的 那这是在源头 所以从小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源头 马祖后面是观音 观音就是佛祖 佛祖 那我们对中国路式的道家 我们拿来应用 把他的道法拿来应用 所以马祖一生当中 救人武士 所以他的神性 我们研究他的神性 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慈悲 他一个神性的课是慈悲 那慈悲是 慈是什么 是让人得乐 悲是帮人离苦 就离苦得乐 帮别人离苦得乐 他是非常慈悲 当有旱灾啦 有瘟疫啦 来求马祖 马祖都会很慈悲 为大众离苦什么样 得乐 而且马祖这样的一个神 神在那时候非常亲民 不管是官方 皇帝 或是县党 或是什么 求他 或是一般的百姓移民 他都会救度他 他非常的亲近百姓 我们现在做马祖的信仰 各位感受到 我们随时可以抱马祖的神尊 非常亲切 把他当成自己阿嬷 有时候会开开玩笑 是怎么样 我们都是非常亲民 因为马祖的神性 很清静綿綿 很照顾百姓的 那些孤儿啦寡妇 他更是照顾 这是非常亲民 他一生当中 都是在历人 都在帮助别人 用一种无私 不求回报的心 来互持 他文声救苦 他继承的观音 的慈悲 的文声救苦 那厨航普渡 他就是在奉献 一直在奉献 那不求什么 回报 他个人呢 没有求荣法富贵 也没有结婚啊 生孩子啊 要传宗接代 他都没有 他为什么 魏明来奉献 魏明奉献 28岁的时候 他以化成仙 那为什么他会以化成仙 因为人的身体 会绑住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灵力 因为很多人都需要 马祖的帮忙 马祖一个身体 没有办法跑得很远 去帮人家的忙 因为你的身体 有时空的一种限制 这马祖就以化成仙 变成速度空间的神灵 拿救度各种时间 天使空上的人的祈求 就要求要帮忙 每个人同时 他都可以去帮忙 不管你在哪个地方 他就像 我们世间人的母亲一样 所以 马祖展现的是一种 慈悲大爱的母爱精神 那母爱一种母德就是慈悲 所以 母亲的爱是在世界上 各种感情上 情爱中 最伟大的就是所谓的母爱 母爱 他是把我们当成 他生的孩子一样的疼爱 所以 马祖人也被昏为天上什么 圣母 天上圣母 所以 马祖一生所花养的一种精神就是 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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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是他的小孩 然後 我們在他的经典当中也看到了 他对忠孝人杰 这些儒家 跟他有的德性 他都有尊崇去做 所以 他是儒士道 儒士道 的精神 的教育 所以 馬祖的精神 简单讲 核心来说 應該是慈悲 愛人 慈悲 不渡 就像我们的母亲一样 世间的人 都是他的小孩 他都会照顾 他是我们天上的圣母 所以 我們在 一德馬祖 YDM 就把慢慢 馬祖的精神 我們把它統合研究 那 覺得 馬祖的精神 可以這麼講 他就叫慈悲 可是 一個人 在幫人 離苦 慈悲 在做人的時候 後面還有這個背景 還需要 所謂的智慧 馬祖是有智慧的 他是一個 讀詩的人 他也學習 拜師 協議 賢通道士 來學習 來學習 智慧 才有那個能力 才能幫助別人 智慧 就是一種雙贏 所以 有人跟他接近 都會感受到 受益 所以馬祖常常講 我們慈悲要有智慧 所以 馬祖強調 學習 不斷的不斷的學習 他是一個讀詩人 所以儒家 思想 來講 不斷的學習 各個人都要學 五億六億都要去學 那位 馬祖又強調所謂的定心 一個人心不能亂 所以他28歲 他成仙成道的時候 他以化成仙 他就講了一句話 他不喜歡這個世間上的混淆 混淆很亂 他不喜歡 他就是 在生活當中 盡量的清淨 盡量的禪定 盡量的定心 那 他是慈悲的 他也希望我們每個人 都可以安定心來 定心下來 過生活 因為有定 才會有所謂的智慧 有智慧 有智慧的人 才能真正的 做大慈大悲 才能幫人家離苦得樂 所以 一強調我們心一定要定 不要有妄念 要清淨 那 馬祖的精神 你可以看見 他是布施 他是在 不斷的教人家 就像我們到馬祖廟去 請教馬祖 馬祖會教我們方法 就是法師 很多的馬祖廟 裡面做很多的財布施 所以布施有財施、法施、五位施 鼓勵人家 馬祖在世的時候 就是救人 五位施 救濟人 財施 還有最主要是法施 所以 馬祖的整個精神 我們把它歸納起來 是非常重要的 有佛教、釋法、菩薩的精神 觀音的大慈大悲 文師的大智慧 他的布施就是行 就是普賢菩薩的大行 地藏王菩薩的大業 他要去以化成現的時候 就希望自己能救度更多的人 不要讓這個身體所綁住的 他就把身體樹大皆空以化了 然後留在這個世間 一直來照顧著我們 這是馬祖的精神 我們YDM 所以我們YDM一直在倡導 馬祖的布施、定心、智慧、慈悲的新文化 其實慈悲、智慧、定心、布施的大行精神 大慈、慈悲的精神 跟大智、大宴 這個就是馬祖的級別的心神 所以我們在馬祖廟裡面 都會看到有大象的雕像 獅子的雕像 那這些都要象徵的 馬祖是有佛教的用思想慈悲 所以我們馬祖聖道的重點 是三教合一 三教合一 那時候儒家的忠誓 那儒家講五常叫人義理之信 我們把它排人義理性制 來對照佛家的慈悲 就是借、殺、盜、淫、忘、救 它是彼此的是什麼 對立的 然後道家講感應 道家感應 那金木水和土 叫木金和土學 彼此對應的 所以我們道家很多道法 在應用上來幫助世人解持災難 所以馬祖聖道的重點是 儒家、佛家、道家一起的 談宗事、談慈悲、談感應 在會中起來最重要的是 馬祖的精神是慈悲 所以我們簡單講 人家如果說 我們提倡馬祖的什麼精神 我們提倡馬祖的慈悲、愛人 把慈悲兩個字掛在心 看到人 我們在想 我要幫對方離苦怎麼樣 得樂 我們時時想著幫對方離苦得樂 我們就帶了慈悲 真的去做 像馬祖一樣 真的去做 有求這個智慧 花這個願 我要幫人家離苦得樂 我們學習 那個智慧 文師普達的智慧 然後我們真正的去做 花樣的觀音 馬祖的慈悲 這是我們一直在強調 馬祖精神是慈悲愛人 慈航不渡 慈航不渡 這是我們在人生的海中 我們自己 這條轉帶走 我們遇到了任何人 希望我們幫助的人 我們都會去度化他 所以我們馬祖信徒 YDM的信徒 都以這個業 這個努力的方向 就是上求聖道 下度眾生 我們來學聖道 學馬祖的慈悲 來追求 偷離六道 進入宿聖道 來學習馬祖的將來成仙成火 讓我們的普度眾生 這是馬祖要教育我們的 所以我們今天提出來 馬祖的神性跟精神 讓我們更一致的肯定他 馬祖講孝道 他是儒家的 然後我們講 活家的就是講慈悲 道家是講感應 人神之間的感應 然後很多道法 那在綜合起來 我們應用核心 我們的本心 就是慈悲愛人 出行 不渡 好 我想今天我對馬祖的精神 提出我個人的分享 也是我們一等馬祖同修會 大家的一種共識 那我們常常看到的人 就講一聲 馬祖慈悲 我如何來幫對方 離苦得樂 如何來幫我的父母 離苦得樂 如何來幫我的妻子 或是丈夫 離苦得樂 如何來幫我的小孩 離苦得樂 如何來幫我的老闆 離苦得樂 如何來幫我的布什 我的晚輩 離苦得樂 如何幫朋友 離苦得樂 這個就是馬祖 要我們學習的馬祖精神 以上 謝謝大家 感恩大家 馬祖慈悲 為何